北京时间9月28日晚9点,女篮世界杯4分之1决赛将重燃战火,中国女篮对着澳大利亚女篮。 这场比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,在击败了日本队之后,中国女篮总算是出了一口恶气,也完成了赛前既定的目标,但中国队就满足于前八嘛。 从总体实力上看,澳大利亚明显高过中国队,但中国队也并不会找些投降,既然能够有机会更前进一步,球员们和主教练自然也不会轻易放弃,冲击四强。 中国女篮PK澳大利亚,中国队和澳大利亚的交手,将决出一个四强名额,毫无疑问,澳大利亚抢手如云,身体素质要强过中国队,而且他们拥有世界第一中风女死坎贝奇,这可以说是一个本期的存在,一个人甚至两个人很难保守住他。 中国队的两大年轻中风女跃入和韩旭面对的挑战可想而知,值得一提的是,中国队主教练许立民曾经指教过坎贝奇,对他还是有一定了解的。 萨钱,许立民指导球员训练,对于如何防守坎贝奇,韩旭在萨钱表示,站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,全力以赴的去拼他,多对他造成一些干扰。 萨钱,减少接球,远离进攻区域的范围去接球,在进攻方面,利用团队的整体配合和移动,把他坎贝奇给调出来,这样的话就能扬长臂短,而在谈到这场比赛的时候,中国队主教练许立民也谈到了自己的看法,不是完成了第八名。 大家就如何如何,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,我们不只是看进入世界前八名,中国女兰就到头了,我们要力争一切机会往前走。 必须要承认的是,面对澳大利亚队,中国队胜算不大,但我们也有自己的优势,年轻,小祖赛对阵美国女兰,两队实力同样有差距,一个是平均年龄非常年轻, 一个几乎是WNBA全明星阵容,即便如此,中国队还是打出了自己的东西和气势,并为青年放弃,即便是输了12分,再后也得到了球迷的肯定,因此,对这澳大利亚,即便胜算不大,只要姑娘们尽力去拼,就是胜利。